所以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大家會根據 在做分析的時候大家去試著 你看到的第一個面向可能只是你看到 可是呢 第二個面向 可能你的朋友 做別的行業 大家看到這個面向的時候 跟你有共識的時候 你就發覺 這件事情好像可惜 如果你還有一個朋友 告訴你 他又在做另一個行業 他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可惜 那這個東西就一定可惜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所有的這些應用產品也好 或是現在的基礎建設 或是一些現在的 我們常常說 一開始你可能儲存 一些東西在原端 然後不小心 有人喊進去的話 可能照片就到處亂傳 但是現在這種安全的機制 就會相對來講 就是你的生意 那電子商務也是一樣 現在你可以去賣很多東西 然後現在再談到了Speed Data 然後呢 我們剛才前面跟大家分享的是 線上卸項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種 4G 5G 6G 大家聽不懂 請問一下大家的手機 換成4G的請舉手 好 請問一下有沒有比較快 iPhone 6一定要換的 有沒有比較快 有沒有比較快 應該有 感覺有 跟大家提供一個概念 3G是什麼 就是你大家有沒有 做過 或是開過高速公路 那就是你很容易塞車 然後呢 4G就是突然之間把你的路放寬四倍 然後你的車速呢 突然之間你開100公里 也突然可以開1000公里 所以你在那個大馬路上 就很少有車 所以你車原則上 你的車流量會很快 但是台灣的4G赤道寶 其實超過一個上線 你的速度會比3G還不良 這個就是台灣的4G 這是額外的看 然後呢 5G會是什麼 就是把你現在4G的路 再擴增4到8倍 你的速度再提升10到100倍的時候 試問這條 公路上面 還會有車嗎 所以呢 在這樣的基礎見證之下 這些電信業者 就需要大量的 可以聯網 可以做一些服務的 放在 整個的 他的電信網路上面 否則他受不到錢 4G到 3G 升級到4G 在美國 平均一個人的貢獻值 可以提升15% 也就是說如果你本來是用1000塊的 在做所謂的一個 上網 你到了4G 你會變成是 1150 就是這樣 所以呢 為什麼一定要退4G 那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以後呢 哪路那麼寬的時候呢 就是物聯網 所有的東西 都會連上網 物與物相連 所以你可能一個東西送貨到人家 送貨到你這邊 可能都不需要人 就可以解決了 因為他經過條碼 條碼再經過機器人運送 就可以直接運動到你家 都沒問題 這就是在 未來 物聯網時代 但是 這不會那麼快成型 所以大家還有時間 去prepare 這個物聯網來臨的時代 那這張的話就是跟大家分享 所有的東西 他不會馬上 一下子就非常好 他一定是滾動式 那在這滾動的過程之中呢 他會像滾雪球一樣 一開始呢 可能只滾了一個行業 然後呢 再滾 第二個行業 再滾第三個行業 這樣一直去滾 所以呢 跟大家分享的這幾個 聯網傳奇茶裡面 包含像什麼 Watch Glass Home Car 還有Robots 這些東西 他都會引申一些 創新的一些 技術零組件跟需求 所以呢 你會有眼球控制 相機模組演算法 你會有一些 各式各樣的感應鏡 感測器 你要指紋辨識 你用藍寶石機板 編識上它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案之一 那你就會有各式各樣的一些 零組件跟技術的需求 所以我才說 如果你可以在 這些產業要形成的時候 你就已經事先先投入這些技術的研發 那到產業形成的時候 你就可以獲取很好的一個 回饋 回饋 大家分享給大家一個概念 三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用它的產業 可是三星呢 它的產業的佈局是10年 什麼叫10年 你種一棵樹 從你的種子丟下去 到它長成一棵小樹 長成一棵大樹 會結成蘋果 掉下來 你可以用 他們是以10年去做規劃 所以呢 像你現在談了 它的什麼 手機是用AMOLED 很輕薄很什麼 以前是面板做得很大很漂亮 面板對他們來講已經不是果樹 這已經過期了 然後呢 現在呢 他們談的是AMOLED 這種很輕很薄 適合在所謂的手機上面應用 再來呢 談的是什麼 除能電池 有更多的是一些 綠色能源相關的應用 也就是說你從一個 東西的一個 投入 到它最後長成果實 是需要時間 但是現在普遍的人都沒有耐心 18到24個月 也就是一年半到兩年 一定要能確實落實 否則這個business 這個商業模式 就沒有辦法混動 所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在 整個的一個 技術一定會需要 所以呢 你也會需要它的軟體 跟服務 那你需要軟體跟服務的時候呢 需要哪些東西 你現在實際住行娛樂 你只要有辦法做出APP 而且是大家要的 你就可能會有一些生意 但是大家有沒有去瞭解過 Google有多少個APP Apple 有多少個APP 大家有沒有去想過 已經都超過100萬個APP 全球有多少國家 100多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 假設這些已經有基礎建設 每一個國家 1萬個城市 那就100多萬 那試問一下 你用得到1萬多個城市 你用不到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 create了一個 很好的APP 你就算是做了在辛苦 原則上你只是淹沒在這 1、2萬個城市 甚至在100多萬城市 其中的一個 所以在整個的開發 很多的軟體裡面 你試著從簡化啊 試著從 多應用等等 去思考 接下來我們談到就是 之前有跟大家 形容包含健康醫療 改善你的睡眠 改善你的糖藥病 另外呢行動支付也跟大家談 再來就談所謂的人際界面 所謂的 虛擬實境跟擴增實境 擴增實境是什麼 就是我們那時候看到一個廠商 他可以把你的iPad 拿起來 這邊可能對著 台北的101 他就告訴你 從這裡到台北101 可能有300多公里 然後這300多公里裡面呢 在101裡面到底賣什麼東西 然後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然後什麼東西可以用 全部都可以在那個 配的上面 做一些展現 這個叫擴增實境 也就是說把你的 現實的環境裡面 他其實是一個蘋果 是不提供任何資訊 可是你照著他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他的營養值 然後呢 你會告訴你說 他有多少熱量等等 這個叫做擴增實境 虛擬實境就是說 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現在Son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Sony有一個頭戴式的 頭戴式戴進去 因為你要玩遊戲或是看影片 其實就好像有點 直接在看電視 那 在整個虛擬實境裡面 包含現在三星也要推 你可以試想喔 我不知道大家對 現實環境 有沒有不滿意 我不知道回去以後 可能會不會壓力很大 面對家長 或面對什麼 壓力很大 可是你試想喔 如果你回去 你就帶著你一個 頭照式的東西 然後他很輕 幾乎你 感覺不到他的重量 然後呢 你就可以在裡面 操作任何的東西 包含你的電燈 包含你的所有的東西 然後呢 甚至可以叫外賣進來 你就去拿外賣 拿東西來吃 然後你可以完全 陷入一個 世界裡面 跟這個現實 是完全脫鉤的 大家有沒有思想過這個情形 這個不只是 宅男喔 或是宅女 這已經是宅到爆了 有沒有想到這個 願題是這個東西 是會慢慢被製造出來 也就是說你完全是跳脫另外一個 你的實體的那種感受 而到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呢 這種就是所謂的一個 虛擬世界 那另外呢 剩的就是一些控制家電啊 什麼的 這大概大家看就懂了 另外呢 什麼叫做跟區域生活 這些各行各業連結在一起 整合傳統產業 看到這張圖 大家可能看不懂 大家再想一下 如果你有一個穿戴式的手錶 然後呢 這個手錶呢 是 可能是假設 我們現在想像一個情境 是你父母親戴的 然後呢 父母親可能住在 台南 然後我在台北工作 然後呢 平常的時候我也見不太到 我的父母親因為太遠了 所以呢 我可能視訊聯絡一下 或電話聯絡一下 是問現在如果有一個手錶 他簡單的就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我 對父母親來講 戴手錶是很容易的 像現在我是已經不戴手錶 有誰現在 現在 還戴手錶的請舉手 喔 那比例還真的蠻高的 因為我現在 我之所以不戴手錶 是人家說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戴手錶 所以我知道就不戴手錶 人家就是說現在多分有手機就可以解除 戴手錶這件事情 就是要讓過去智慧手錶 就是這種手錶就算做出來了 不戴手錶 再戴上手錶 也是有一些麻煩 那我實在告訴說 有一些年紀大的 他已經習慣戴手錶 你幫他戴上手錶 他是認為很方便 除了可以看時間 測血糖 血壓 現在呢 現在雲服務模式是什麼 我需要買任何的東西 我只要在手機上面講說 我需要買可能幾罐的飲料 然後送到家裡來 然後呢 他就馬上發App到我的手機說 你爸爸要喝幾瓶飲料 請問一下你要不要買 然後他說YES 然後他就馬上發給那個商店 那個商店就說好 我馬上幫你送到家裡去 這樣就是一個 服務系統 那是不是會改變 現在的商家的一個服務行為 這就是日常用品跟區域合作 那試問呢 他每天這樣涼涼涼涼涼涼 都已經知道我爸爸媽媽的 心跳血糖血氧什麼東西 數據都知道 你在想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買保險 不知道能不能去買嗎 保險通常會問你 你是什麼職業 你幾歲 通常就會問這些東西 然後呢 你要不要先去做一個簡單的健康檢查 類似這樣而已 可是現在如果你告訴人家 你告訴那個保險業說 我告訴你 我這邊有大概10萬的用戶 他們每一天的健康數據我都知道 那我也經過他們的允許 然後我把這10萬用戶的資訊給你 然後呢 你簽了保險的費用 是不是更符合 實際的數據 然後呢 你就可以跟保險公司 甚至要分成 那再來的話呢 好 我們再想一個 你這樣每天的生活 父母親我 瘋瘋瘋瘋瘋瘋的狀況 可能膝蓋不好 好膝蓋不好 然後呢 數據裡面有顯現說 膝蓋不好 那 如果你是 保險食品的開發用者 生技業的 你是不是針對一些 這個腳 可能這種狀況 適合特別洗 用什麼保險食品 特別好 可能是什麼 鯊魚骨 然後 他就問我要不要買鯊魚骨 我為了我父母親的膝蓋 我就說好嘛 他就賺到 所以我一直說 這樣就是一套的商業模式 那電信業者呢 我說為什麼會補貼 只要這些的東西可以連上網 他就可以收錢 可以收錢呢 他就可以補貼你這個裝置 這個概念就是來自於補貼的概念 好 再來我們就談到說 智慧園區跟智慧住宅 這是我們跟大陸的時候合作的時候 有第一個概念 他們有一個那個遊樂園 試問如果你現在去六福村好了 六福村進去的時候 他就說 沒關係 你現在就進來的時候 就給你一個手環 你所有的 消費 所有的吃喝玩樂 都有手環去記帳 記完帳之後呢 你到最後 再付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情境會怎麼樣 就好像你信用卡會爆刷一樣 因為你在花錢 一千塊兩千塊這樣拋 你是有感覺 可是你在刷卡的時候 通常那個感覺是低的 甚至你刷到連數字都讓你看不到的時候 原則上你更不會有感覺 所以我們意思是說 你在整個園區裡面 包含你去玩遊樂設施 也可以透過手環 你住宿也可以透過手環 那我們 有在提一個就是 因為他還有一個 複合式的住宅 那我們跟他提 就是說 你一個住宅 你要跟人家 賣得比別人家貴 跟人家有差異化 你是不是在你的住宅裡面 要添加很多的智能功能 那試問好了 如果假設你有一個手環 你平常的時候 出去那個 溜游卡 你連掏你的錢包 連拿你的包包去 碰那個都不用 你就拿一個手環 然後就閉一下 然後可能就可以 就可以進你的 那個所謂的一個 捷運站 好 現在你回到家的時候呢 你閉一下 然後呢 他也知道你回來 然後就打開門 讓你進去 你所有的東西 你可能對著他講說 麻煩你開燈 開冷氣 然後呢 我要幾點吃飯 然後他就跟他講 然後去傳送 這些訊息 這些東西 在目前為止 沒有做不到 只是他資本非常高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個 很好的解決方案 可以去幫他 Cost down 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務 那你也有利基點 這就是我們論文所所謂 創新創業來的一個 新的斯文模式 那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歐圖喔 就是線上線價結合 所謂的一個 實際住行娛樂課的行業 那 理論上 現在我們了解的是 他是沒有停滑板 但是呢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來的都是網路時代 然後呢 互聯網 大陸叫做互聯網 網路時代有一個特性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一個字 網路時代只有一個特性 一個字 不是瞎喔 一個字 快 網路時代就是快 快 一定會犯錯 犯錯 沒關係 快速的修正改正 直到你找到對的模式 但是你只要慢 我就跟你講 你絕對不會有任何的商業機會 這就是在網路時代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那邊剛選完 台北市的那個市長 知道那個 柯文哲嗎 我們叫柯P嘛 跟你講他常常講錯話 沒錯嘛 他講了一大堆那種沒有營養的話 問題是 為什麼 好像都沒什麼事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 我們連勝文稍微講幾句話就 跟你講 就是互聯網時代 就是網路時代 就是快 講錯話沒關係 我跟你講 我後面要有團隊 然後我社群 馬上幫他消化 然後就沒事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你在網路時代的時候 你要去做任何事情 一定難免犯錯 但是呢 一定要快速的去改正 那我認為說在大陸 整個的一個 電子商務也好 不是現在的線上線下 包含台灣 現在目前為止 都是進入所謂一個 試錯的階段 我們在網路時代 今天晚上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 跟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 打個 打個 打個